中秋短緣限時好禮1加3 9月假期抓準時機 即雅芬來一連軍一骨飯骨 我們再創家機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稍微停你3個月的時間 挑戰元兔最狂陪你賺到封關 立即加入一點的LIN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來電大專專線 02251 0777 02251 0777 中秋限時優惠 前十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1檔隱藏翻倍股喔 玉琳分析師 李琳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點0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還沒想到觀察 先來請教玉琳老師 今天是禮拜一 禮拜一的行情 受到了美股拉回來 尤其是上週五飛龍數據呢 那優於那個 列於那個行情的一個影響勢力之下呢 形成一個拉回來的修正 但是很多人都在問喔 台積電到底能不能夠救台股 台積電900的關卡又失守 今天是守在899塊錢 那到底台積電900塊錢關卡 能不能夠站上 而低階的買點是不是也有看到了呢 今天1點也要跟大家探討一個議題 尤其呢9月18號 那個美國要開始降息的過程當中 什麼樣子的個股值得來去做留意 那包含呢這一波的一個網通 這一波的營收 尤其在9月10號之前 營收要全數公告的過程當中 網通 營收跟車用 誰是你在買進的過程當中 勝率比較高的一個族群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是今天 在這一波的一個領軍的個股當中 1點0幫大家掌握到的是聯軍 而右下角低機旗的滑星光 甚至星通形成了落後的補漲 而網通的個股 我認為黑馬的個股要特別看這一檔標的 這一檔標的它就是康權 而在半導體設備的加持之下 你可以發現到竹生科技也好 甚至像是鴻海集團 加持的個股的經濟也形成了轉強 台積電的一個概念 該由誰來去做接棒 而在營收加持的個股當中 1點0幫大家錄製的60秒小影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60秒小影片當中 第一時間幫大家掌握到的一個亞太 亞太串為今天形成的一個股價的走升 而下一檔的標的要特別去留意到長華 因為長華有母以子為貴的題材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今天的拉古蘭你站在哪一方 我今天站在買方 呼應的上個禮拜我跟大家講 上漲的過程當中我不買股票 但是下跌我一定是用力的來去做買進 而如何去複製這一波的來意 如何去複製這一波的聯軍的大漲 效益中秋好禮1加3 1點0絕對陪著大家再創家機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今天險些守住了上週的一個 禮拜三的低點20922 所以本週的20922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而且本週又有台積電的一個除息的行情 以過往的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台積電的每季的一個除息 當天的秒填息的概率是很高的 而台股是不是想像中的 比想像中的還強 今天有落中透強的訊號 所以在今天台積電跌破9字頭 來到了8字頭的關卡 是不是應該要站在買方 而我今天會針對於網通 營收家的個股 以及車用的個股的領長標的 來幫大家一一來去做解析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網通的領長股 是不是如同1點0跟大家講的聯軍 而營收家的個股 今天的亞太形成了換手之後的再勾 而車用當中的標股 就是1點0事先幫大家掌握到的六方科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是 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如何open 如何解鎖 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小老鼠OK 一細八八當中 那你要知道的是 在台積電的技術論壇之後 1點0率先幫大家掌握到的是 矽光子的領頭羊 他是誰 他就是3450的聯軍 那你還沒有看過這一集的好朋友們 記得在YT頻道上面 幫1點0 訂閱 按讚跟分享 因為當時候的聯軍 從10站0距離的角度上面 他有回測前滴 當時候的一個聯軍 沒有人發現他的好 但是這一波 在大盤回測4700點的同時 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這一個波段的聯軍 來到了百元附近的聯軍 他浮現了甜甜的加碼的價值 尤其是來到了季線的支撐 尤其是來到了季線的關卡 你跟著我逢低 來去做操作 我是不是這麼說 我是不是這麼做 來 請你看 關鍵精彩的VCR 那當然聯軍呢 回測到季線有手之機 就可以偏多來去做操作 回測到季線有手之機 就可以偏多來去做操作 耶 親愛的好朋友們 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波的一個聯軍 他在創高之後 形成了一個換手之後的載工 而這一波的聯軍 為什麼我能夠掌握到 領頭羊的效應 因為在AI供應鏈的部分 它是首先跨入了資料中心800G的開發 而且我們可以從財報的角度裡面 魔鬼抓到細節 第一季是由虧轉贏 第二季又叫第一季成長 大幅5成以上 在搶工CPO 以及AI商機的過程當中 第一時間來去做卡位 第一時間來去做一個切錄 那當然我也說過 我不會只買不賣 所以我們把最好賺的利潤 放在口袋當中之夠 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聯軍 我們把最好賺的利潤 放在口袋當中 這個也叫做 相信看見大賺漲停就是你的 那除了這一波的聯軍之外 很多人都在問 像今天的F4 像今天的台積電鴻海 形成的拉虎來 後續該如何來去做看待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這一波的一個網通 這一波的營收 以及這一波的車用 該以誰來當作是主打 該以誰來當作是口袋名單 想要知道的好朋友們 記得加入1.0 唯一官方認證的帳號 小老鼠OK1788當中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1.0的口訣 我沒有變過 尤其是在上週三 當指數中錯了千點的時候 我率先的告訴大家 這一波12字的必勝口訣 就是大疊大買 小疊小買 不疊不買 那今天一開盤是大疊了 將近512點 但是如果跟上週三的千點行情 來去做相較的話 它叫做小疊而已 所以今天叫做小疊小買 那上週五 上週四反彈上漲 我有沒有站在買方 我沒有站在買方 所以這樣子的大疊大買 小疊小買不疊不買的思路 大家一定要把它記清楚 因為在目前9月份的行情底下 它是一個比較震盪區間的過程當中 但是第四季普遍而言上漲概率比較高 所以第三季的一個部分 尤其是9月份 你一定要用現股低階佈局的操作思路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是這一波 在上週三急跌千點的同時 我站在買方 我沒有改變 我不會因為今天拉回來修正 測試20992 今天測試上個禮拜三的低點 形成了有手 它形成了落中透強的訊號 但是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從一個個股的 60分鐘級別的角度裡面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一波的一個台積電 來到了60分鐘級別 尤其特別注意到 50附近能不能夠形成的 KD金叉向上 而台積電也好 甚至紅海也好的關鍵操作 你知道嗎 尤其這一波的一個紅海 它將回測到前波低點的同時 你該如何來去做因應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我上個禮拜五 在東森的盤中連線 我已經特別說了 如果你真的只有一套資金 如果你只買F4的個股 請你以台積電為主 當然我認為紅海 在第四季的 GB200的供應鏈之下 它會有加分的效果 但是你必須要買對點位 你才能夠有錢賺 而聯發科跟廣達而言 它的短線指紋的訊號 該如何來去做看待 如果你想要知道F4的實戰操作策略 記得加入1.0唯一官方認證的帳號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你可以發現到是這一波台積電 上個禮拜三有測試888 今天守在899 收盤是守在899 那我們來探討一下 台積電的811 12月份 那以過往的經驗來看的話 1.0告訴大家 2022年是台股的空頭年 但是2022年 台股空頭年的那一年 第四季都還是上漲的 記得1.0跟大家講的 所以第四季的一個行情 裡面來看的話 每一次的拉股 每一次的重挫 記得1.0給大家的12字增言 大跌大買 小跌小買 不跌不買 所以我今天是有進場買股票的 因為從第四季台股上漲的一個 機率來看的話是高達了9成 所以再從台積電的合理的EPS 本益比的角度來去做預估 8字頭的一個台積電 它浮現了用線股的角度 波段低階的好買點的佈局 而F4的實戰操作策略 想要提前掌握 想要事先掌握的好朋友們 記得加入1.0 唯一官方認證的帳號 小老鼠OK 一切包包當中 那當然我也特別說了 其實這一波的行情 在上個禮拜 四禮拜五反彈的過程 今天又拉回來修正 拉回來修正是在擔心 美國是不是形成了硬著陸的 經濟衰退的疑慮 但是無論美國接下來是要降一碼 還是要降兩碼 對於資金面而言 它都是有利的 聽好喔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操作策略不一樣 不是所有的股票你都可以 閉著眼睛亂射飛鏢 就像你跟在一點的身邊 我會從生活裡面 幫大家挖掘好的個股的買點 就像這一檔標的來1K1 我相信熟知一點的好朋友們 來1K1是一開盤一開試 上漲的過程當中 幫我們的家人 來去做進場卡位的部分 很多人都在問 為什麼我能夠掌握到 這一波的來1K1也好 甚至聯軍的一個 起漲的效益 首先我們可以從來1K1的一個 產業的當中 來開始來去做著重 其實一點你是一個熱愛生活 也熱愛投資的人 你可以發現到 當我穿著 Adidas的運動衣 我腳踩的Adidas運動鞋的時候 我就在想 原來來1K1就跟Adidas有關係 所以在明年Adidas的訂單 持續成長7%的過程當中 產能在全開 新產能在加入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是 前10大股東他在做什麼 而且千張大戶持股 也高達了8成以上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來去做切入 我們也在第一時間 來去做買入 但是我也說過 沒有一檔標的 只漲不拉回 所以這一波的來1K1 當他這一波 因為大盤的影響 跌到了季線的下方 跌到了300塊錢以下 我帶領我們家人 來去做低檔佈局的一個 承接的部分 當然我也說過 這一檔來1K1 從200到300 再從300來到400 以波段的角度來看 短線正乖離過大 我懂得把我們手中的加碼單 全數的獲利賣出 把最好賺利潤先放在口袋當中 這個也叫做 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所以既聯軍也好 來1K1也好 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這一波也母以子為貴的題材 而母以子為貴當中的題材 我特別跟大家講 長華 長華它其實有搶攻 先進製程的重要商機 而且它持有新印財 新印財目前在新貴 但是它持有新印財的成本 只有40塊錢 換算它目前的一個獲利的一個部分 帳上的獲利高達了15倍以上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的是 在被動型資金的加持之下 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從月K線級別打出了特別 特別大的圓弧大底 KED指標又形成了50以上的金差向上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發現到 大戶籌碼往上散戶在消退的過程當中 第一時間來去做買進 今天的長華不知不覺在創下近期的收盤新高 這也叫做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那當然我也特別告訴大家的一件事情 其實中秋節真的快要來到了 中秋團圓1點要給大家限時好禮1加3 什麼是限時好禮1加3呢 因為9月份降息我們要抓緊時機 去複製這一波的亞光來一聯軍 以股換股再創家機的一個好家機 所以這一次只要一個月的費用聽好 這一次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停你三個月的時間 而且這一次的中秋限時好禮 今天前10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的黑馬虎 趕緊打電話進來1.0等著你 在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低階布局好的個股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如何從產業的角度裡面 去幫大家挖掘你看不到的產業的未來 其實很明顯的發現到這一波 康權電訊 康權電訊它接到了印度的大單 那你可以發現到印度的人口 其實是非常大的 在台灣DPU最大廠商的加持之下 這一次的一個新訂單 將會是去年 尤其是之前的一個84倍以上 所以在利空測試的過程當中 這一波的一個康權電訊 它有拉回來 它有回測前低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所以這一波 你跟著我在第一時間 買進的康權 或者是在Yahoo來布局的康權而言 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康權 在揮手之購形成的載鉤 在震盪之購形成的向上 這個也叫做 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那除了這一波的一個康權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這一波很多詐騙集團 利用1.0的名義來跟大家講 但是我還特別說了 我不會邀你入取 免費報你股票 如果你要確認是不是1.0 你可以打電話 到我們公司的專線來 那當然除了康權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 在洪家軍集團的加持之下 TPK我們在第一時間 幫大家來去做掌握 TPK我們掌握住 其上的好買點 而這一波60秒的一個小影片 大家看過了沒 還沒看過1.0TPK的 60秒小影片的好朋友們 記得在YT上面 訂閱 按讚跟分享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 TPK的這一檔標的 第一個泛紅海集團的加持 再來蘋果的一個 新訂單的一個商機的部分 以及當時候幫1.0挑選到的TPK 它的股價淨值比是小於1的 那重點是呢 它有多樣的題材 來去做一個佈局 還有儲能國家隊的一個加分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發現到 月K線級別打出了 複合式的底部 右底還出量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來去做卡位 這一檔標的的TPK 它形成一個 震盪換手載工的部分 所以這也叫做呢 跟著1.0掌握到好的股票 好的時機 就能夠創造出好的利潤 甚至呢 為什麼要跟在1.0的身邊 在大跌 在回調的過程當中 來去做低階佈局 因為就像這一檔 永光 其實呢 在呢 三週之前 當你的老師還沒發現 永光的好的時候 我就在第一時間 在東森盤中連線 第一時間帶著我們家人 來去做提前卡位 而你可以發現到是 我們從財報三綠三升的角度 幫大家掌握到 永光20.45的起漲布局的機會 而且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因為永光 它股本比較小 它的波動度比較高 我們在第一時間 來去做上車 第一時間來去做卡位的同時 你要特別去留意到 當沖 隔日沖 換手的跡象 所以你掌握到1.0盤中的指令 你可以把永光 最好賺的利潤 放在口袋當中 這個就叫做 相信看見大賺漲停就是你的 這也叫做一檔賺完再賺一檔 那進永光之購呢 1.0要特別告訴大家 中秋真的來了 中秋如何團圓 限時好禮1加3 什麼是1加3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而且再停你三個月的時間 而且這一次的中秋限時好禮 今天前10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的黑馬骨 趕緊打電話進來 1.0帶著你在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起草卡位好的標定 複製這一波 這一波像是聯軍來意 甚至亞光起掌部分的效應喔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很多人都在問 1.0啊 今天的行情拉回來 我真的摸不著頭緒 那如果你是屬於長眼擔心 爹爹害怕的好朋友們 1.0的盤籤搶先爆 你一定一定要把它加入進去 1.0盤籤搶先爆 如何得到如何取得 記得加入1.0的Light 8 不用收大家錢 在早盤9點鐘之前 1.0會告訴大家 行情該如何來去做精準的掌握 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我認為這一波行情的拉回 這一波的一個前滴 19622不會的跌破 所以在19622不會被跌破的同時 1.0是站在反市場操作 低階佈局的一個思路 所以這一波斷的一個口袋名單 你該如何掌握到這一波的聯軍 掌握到這一波的像是亞太 甚至康權這樣子的好股票 這一份馬賽克的名單 該如何open 該如何取得 都會放在Light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從大盤的日K線的角度來看 今天下跌還是沒有什麼量 上漲無量 下跌沒量 所以就在一個大區間的震盪 既然在一個大區間的震盪 上漲你不要去追 但是下跌你要跟在1.0的身邊 大跌大慢 所以我才會說 F4的實彈操作思路 如果你有台積電 如果你有紅海的人 甚至你有聯發科 廣達的人 該如何來去做操作的意義 這一份馬賽克的名單 記得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跟上1.0的一個買點的佈局 甚至你可以發現到是 美股9月份的操作難度 雖然很高 但是第四季普遍來講 都是表現得比較好的 而且從美國的選舉震盪的過程當中 選後一年來看 報酬率高達了12% 兩年高達了兩成以上 那再來看一下台股 歷年來第四季 台股上漲的機率是高達了9成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從台積電的合理的本益比 合理的EPS來去做計算的話 F4台積電該如何來去做 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這一份F4的操作資料 我會放在Lite的首頁 甚至亞太我們也錄製了60秒的小影片 如何來去做掌握 記得加入一點的Lite 8 而今天的亞太形成了一個 換手支購的載工 但是注意一下 支購形成的常可以爆大量 要形成了一個停力出場的動作 甚至這一波的一個串威 今天在東升盤中連線 才跟大家講到 尾盤的串威形成了大漲 甚至這一波的星偷 回測到連線有手之際 就可以來去做偏多的操作思路 甚至這一波的蒙力 在高檔形成了一個震盪 而在高檔震盪的過程當中 它除了有玻璃機板 機器人跟COAS相關的題材加持 這一波的蒙力 該如何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得更開心 記得加入一點的Light 8 甚至這一波的金頂 它算是泛紅海集團的個股 今天也形成了一個持續震盪向上 還有竹森科技的部分 還有波羅威 它也形成了一個 緩步攻堅的一個向上 所以這一個波段 跟著一點的身邊 來去做提前卡位 就像這一波的來EKY 我們掌握在起檔的標的 我們掌握在長華 拉回來布局的機會 甚至聯軍第一時間的好買點 所以我才會說 這一波的中秋團圓 限時好禮1加3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聽好 真的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停你三個月的時間 中秋限時好禮1加3 前10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的翻倍股 趕緊打電話進來 1.0 帶著你掌握到9月份的起掌行情囉 更多的超速策略建議廣海 繼續請教玉琳老師 再把時間交給玉琳 親愛好朋友們 有一個族群 它表現得非常整齊 它就是車用 車用當中的臨長股 就是六方科 六方科也好 一定也好 形成的震盪墊高 而酬成的個股 該由誰來去做接棒 特別去留意一下 這一波的網通 營收 車用的個股 該如何提前來去做掌握 這一份馬賽克資料 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這一波的一個六方科 在提前掌握的過程當中 形成了一個盤面的標股 而這一波的遺利墊 它形成換手之後的載攻 當然特別去留意到富士達 富士達在今天的一個 長紅K第一位 遊手之際 就可以來去做偏多操作 而且這一波的性景 在半年線之前的遊手 來去做一個偏多布局 跟在一點的身邊 去複製這一波的來意也好 甚至長滑 還有聯軍的一個起掌效應 所以我才會說 中秋團圓限時好禮的一加三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提醒大家三個月的時間 中秋限時好禮 今天前五名打電話進來 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的黑馬骨 趕緊打電話進來 一眼一帶著你來電 來去做一個人的布局囉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來所推薦分析的 各比有價正確 沒有不當的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的資料僅供參考 投訴應該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 並且是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請您來電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背骨喔